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亲自陪着朱婷检查身体 朱婷回国立马去医院看病的消息已经爆出 在网络上立即引进了不小的轰动 不少台球迷 更是为女排队长这种以身作则 为了祖国的荣誉 带上作战的精神所深深感染 不过郎平指导却在今日的采访中 明镜表示网友的爆料 实际上是一个大乌龙 因为去医院看病的并分是朱婷 而是郎平指导她本人 是朱婷陪着她去医院看病 大家都知道郎平指导从求人时代起 就为中国女排奉献这一切 如今她的身体状态是相当令人担忧 颈椎盘压迫神经 腰椎肩盘突出 髋关节制化等一系列的伤病都缠绕着她 就像郎平指导自嘲所说的那样 现在她身体上没有一块续好的 长期的伤病 使得郎平指导是无法久坐 现在形容郎平指导是做力量而是一点 也不夸张 而且在今日的采访中 有细心的朋友们应该会注意到 一开始是郑金威做的郎平指导 随着采访时间不断渗入 她的腰部已经无法支撑她久坐在凳子上 她开始不断调整坐姿 脸上甚至是流露出无奈的表情 相信所有喜爱中国女孩的朋友们 在看到郎平指导这一举动后 都会为之心疼 中国女孩能有如今的出色表现 绝对是与郎指导密不可分 我们必须要为郎平指导点赞 同时希望郎平指导能够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因为对于中国女孩乃至整个中国体谈来说 郎平都是不可或缺的人物 我们必须要注意到这一刻 我们必须要注意到中国人物 从你必须要注意到你 我必须要注意到能量的分析 第一步行